1999年度本校所有的参加校外实习的学生 总共有460名 那460名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居全国最多的 但是在暑假的时候可能他都回去他家里 可能就是和他家附近打风 那这有可能是这种状况的 然后到某个教育中华友审谈到了时候 他的意思是说希望学校要负责 不是说把责任推到系所跟老师的身上 这些都是教师法明文规定 凡不属于教学之工作 老师得拒绝之 从来没有打工过的 从来没有去职场工作过的请举手 顾教授在问谁有没有 好那多种都有职场经验了嘛 那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啦 你们这样子素校来就放系到 博栏二 이건 5 호 1 2 用 1 2 3 2